好,各位旗友大家好,那这半旗是今天8月5号进行的威甲联赛 由黑方寒一周对战白方柯杰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开局在两个脚上都属于定式的下法 这个没什么好说的,都是属于固定搭配 然后黑旗反夹白旗跳,这个是旗行的要理 这个地方其实黑旗拆边就非常不错 就算拆的远一些,因为白旗脚上还没有安定 所以说白旗还得再补 黑旗可以再补一手,把左边先做活 至于下方这块的话,白旗出头,黑旗就联络 对于黑旗来说,这个节奏要比实战好 实战黑旗点刺是想破坏白旗的旗行 但是对于白旗来说威胁也并不大 白旗也可以选择直接转身 往上飞压,黑旗冲白旗贴下去 这块旗还是活了 右边这颗紫杯,黑旗分段的话 反正目数并不是很大 实战白旗贴住,比较扎实的一手 这一手旗同样还有一个意图 就是脚上这里 以后白旗冲完之后长,先手打吃,可以联络 那外面这块旗也就不用担心了 所以说白旗补在这儿的话,这里是有一个后门的 然后黑旗往这儿走了一手 白旗飞压,黑旗爬 白旗冲断,黑旗在场 这个地方白旗也不着急补 白旗先往右下角这里碰,然后直接安定 黑旗最好还是糊起来 这个地方糊起来的话,主要是黑旗可以争得一个先手 以后如果说没有价值更大的地方 往这儿补旗的话也是有一定潜力的 并且黑旗这个时候就可以脱签了 往左边搬住,这块旗直接补好 也是非常重要的 实战黑旗往脚上这里飞 想让白旗补一手 但是这手旗就落后手了 白旗先往右下角飞压,就是个先手 黑旗再想形成大模样已经不可能了 然后白旗脚上也不补,直接打住 这个地方黑旗暂时也不可能选择转换 因为脚上就算再走一手旗,也吃不干净 左边这两颗子死掉的话,黑旗的损失就大了 所以说黑旗搬出,白旗贴住 但是这块旗越走越重,而且很难补 长的话虽然说已经出头了 但是白旗可以往这儿夸断 黑旗打,白旗贴住 只要这里紧出黑旗的气 那黑旗的这个断点就是一个隐患 而且现在来不及补 因为脚上这颗子,白旗沾毁的话 那黑旗就被吃通了 立下去把白旗分断,那白旗再断 那黑旗出头,白旗就跳出 左边这块旗要打吃补齐 脚上这里要踢通 那两边都牵了一手旗要补,那黑旗偷疼 所以说在这里黑旗的选择是有问题的 实战黑旗沾效率就非常低了 白旗二路托,黑旗搬白旗再往路夹 黑旗先被分断了 然后打吃,白旗这里搬头再往上一夹 黑旗脚上也要被断开 所以说下到这里的时候就已经完全进入到白旗的节奏 之后黑旗断白旗拐住 黑旗打出来之后这里还有两个断脸 顶在这里已经是最好的一个补法了 不过还是没有补干净 接下来白旗往脚上夹 这里就形成对杀 不过白旗先动手,黑旗肯定就直接死掉了 这个地方如果说二路扳瞻的话 虽然说可以扩大眼位,长期 但是没有吃干净 因为以后黑旗起掉的话 这个两边都可以一路扳 可能会产生结身 所以说白旗一路立 这样的话黑旗就完全死掉了 然后黑旗连回白旗往下冲完之后 全部连落 黑旗再往上扳 白旗冲出来 下一手旗黑旗还是应该选择挺头 挺头的话 首先白旗要继续往前冲 黑旗中间这里还可以呈现务数 黑旗也就变厚了 实战黑旗往上打吃 被白旗打到这一下 那黑旗就变薄了 然后落了一个后手 白旗再往右边补 把这里直接安定 黑旗跳一个 在上面围空 白旗往下长 黑旗尖顶 然后把这里补好 这里不补的话 有这个靠下来 那下方的空要被掏掉 所以说黑旗补一手 然后白旗往左上角 猴一个 因为这个地方不走的话 黑旗的这个半瞻就是一个先手 接下来要左边一路打 这样收起 那白旗补的话 黑旗的幕术已经便宜了 而且上面这里的缺口包扎住 黑旗这块空围的也就非常牢固 实战白旗猴在这里的话 虽然说落了一个后手 但是这里还露着风 以后黑旗的这个空里面还有些味道 这也是很大的一手棋 接下来黑旗往右边阵头 白旗飞 然后双方在这里简单另行 黑旗靠下去 白旗要路搬的话也可以 搬的话黑旗就要选择弃子了 加完之后打吃 胡下来 白旗再打 然后黑旗继续在这里围 不过黑旗这最快空肯定是围不大了 因为往中间贴住的话 旁边白旗还可以继续压缩 实战白旗往路小间 黑旗挡住 白旗拐出来 黑旗顶住 然后白旗打吃 再往这掏空 其实下到这的话 黑旗已经非常难了 那这个地方 普通来说白旗就长一个 这个是最为稳妥的 把黑旗的空打消 黑旗已经找不到任何翻盘的机会了 实战白旗 还是想在这里绣操作 扳 黑旗断 其实这个地方 白旗直接打穿下去就有旗 这里断 长一个 打持 然后弃掉外面这两颗子 可以把黑旗搅上这块空打穿 并且把这几颗子分段 这个是最为解明的一个下法 实战白旗先往三路点 那黑旗不断 白旗长一个 黑旗直接往路小间足度 这个时候白旗打持穿下来的话 就没有齐了 不过这个地方就算白旗全部死掉 只要把外面全部包扎住 然后脚上这里关子稍微便宜一些的话 那白旗也不亏 黑旗吃的都是一些杆子 实战白旗拐住 因为旁边有一个几段 所以说黑旗得团住 白旗打持 冲完之后断打 再打持 这里黑旗如果说直接长 白旗再打持 外面全部包扎住的话 黑旗肯定是不满意了 所以说黑旗先往这打 因为白旗不敢提 提的话就会被黑旗断打 全部包进去 那这块旗就全部死在里面了 所以说白旗沾 黑旗再长 反正这个地方 最后如果说走成一个收器吃 那黑旗也不便宜 接下来白旗打持 然后在上面长期 黑旗冲完之后 再沾长期 白旗右边冲 顶住线手 然后把这里全部补好 然后左下角这里 可以说是黑旗最后的一个机会了 那就是这里会形成一个结针 实战黑旗拌完之后打 白旗沾 然后黑旗断 这个是一个局部好手 断之后白旗这两颗子 如果说不想被吃的话 那不管是拐打 还是往这挤一个 黑旗往脚上挡住 都是一个先手 这样的话再贴阿曲 然后脚上这里就形成对杀 不过白旗也并不是很怕 因为左边这里断打的话 还是有个结 黑旗在右上角找结材 白旗先提 以后向外面白旗像这种碰 这个本身结就非常多 然后白旗提结 黑旗还是在右上角找结材 之后白旗上面也有结材 这个时候就可以体现出白旗在这里 弃子的一个价值 也是给白旗提供了非常多的结材 所以说这个结黑旗无论如何是打不过的 就像白旗粘的时候 如果说黑旗还要跟着硬 那白旗提 黑旗能找到的结材 也就集中在右上角 而且非常有限 白旗不管是这里的本身结 还是说在上方打吃收器 那这个结材的数量肯定是要多于黑旗的 所以说实战白旗站的时候 黑旗就消结 选择转换 那白旗左边死掉 黑旗左上角也全部被吃 这里在搬住收器的话 白旗可以打出完之后收器 看的也是非常清楚 但是这个转换并不影响胜负 那现在还是白旗优势 接下来双方就继续收关了 然后白旗一路搬瞻 先手一路立 这个也是局部最佳的一个补法 最终走到黑旗搬 白旗打吃 黑旗认输 那这盘旗也是相当的精彩 是可捷完胜的一局 在左边这里 黑旗并没有选择 即使在这里补齐被白旗打穿 脚上这块旗被吃之后 那黑旗的这个局势 就一直处于比较被动的状态 然后后续黑旗也没有太多的翻盘机会 好 那这款旗就给旗友们带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的光影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旗友们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